王一博的新爱好跳伞作为一名娱乐圈的体育生 王一博总是寻找新的方式来挑战自己 今年他一直在打高尔夫球 但是当他被我们熟知时他又有了新的爱好跳伞 在一段由他代言的品牌发布的视频中 王一博从天而降 展现了他具有孤独和冒险精神的那一面 据网友晒出的照片拍摄时间是在深夜 他戴着头盔 原来很多人看到王一博戴头盔时 误以为他骑的是摩托车 然而现在看来他可能是在戴着头盔跳伞 这个解释似乎比较合理 王一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想要挑战自己 不断尝试新事物 这些年来他的爱好广泛从摩托车到滑板 从足球到高尔夫 还有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特殊运动 都通过他的节目逐渐为大家所熟悉 这让网友调侃 对明星的追求已经跟不上他们爱好转变的步伐 尽管如此 跳伞并非意向轻松的运动 他需要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勇气 王一博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令人敬佩 尽管如此 跳伞仍然是一项非常刺激的运动 但这并没有阻止王一博去尝试新的事物 他总能给大家带来惊喜和新鲜感 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他的多彩多艺 无所不知 从滑板到赛车再到跳伞 每一次尝试都展现出他的独特风采 他的兴趣爱好令我们兴奋又好奇 不知道他会否挑战深海潜水还是高空飞行 这让人充满期待 然而在追求新的刺激和冒险时 我们必须保持理智 因为跳伞并非一向轻松的运动 需要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勇气 王一博展现了他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但我们必须牢记 我们的安全和生命是最重要的 那么你对挑战和冒险有何看法呢 你是否愿意尝试一些刺激的运动呢 在寻求新鲜感和激动的同时 你又该如何确保自身的安全呢 让我们一起探讨吧 王一博的勇敢与冒险精神是不容忽视的 他总是勇于挑战自我 不惧怕高度带来的恐惧和身体的不适 他更愿意挑战自己 尝试新事物而不是满足于舒适的生活 无论在哪个领域 只要他感兴趣 他都会全力以赴 迅速掌握技巧 这样的人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和启示 最近王一博进军电影界 引起了乌镇人的热烈关注 大家都希望能在街头巷尾与他偶遇 他的兴趣爱好增长的速度 超出了我们对明星的追求 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显示出他自律的态度 和对散漫生活的抵制 在乌镇戏剧节上 许多网友与王一博偶遇 这次的经历将让他学到许多东西 他与成儿一起在演员之路上稳步前进 有一幕场景令人感动不已 一位母亲和他的孩子们将亚运会纪念奖牌赠予了王一博 当王一博接过奖牌时 他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 并温柔地道了声晚安晚安 这个温馨的瞬间让我们意识到 王一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遥不可及 他亲近随和与粉丝们之间有一条真挚的情感纽带 王一博的故事启示我们要勇敢突破自我 追求自己的梦想并无谓地迎接未知的挑战 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激发我们持续进步 你有没有自己的故事激励着你不断向前 请和我们分享 王一博 我们下期再见